大概国文 今天要来讲国文15篇的第二篇出诗表 我们会带大家先看这几个有趣的概念 然后再来讲课文的单字解释 希望可以帮助你比较有系统的学习或者是复习 我上课的习惯就是会在课文之前 就会先把这一课里面 想要同学先认识的一些语文尝试 就先在课前先解决了 然后我们再开始看题解作者 然后才进去看课文里面的单字解释 关于单字解释这个做法如果你有兴趣的 也可以看看频道里面关于单字解释的说明 或者去看国文15篇的第一篇诗说 在那部影片里面我有去示范说 单字解释怎样帮助同学提升语文能力 这一课我们会看到表这个文题 我会稍微提一下什么叫口语传播这样的科系 跟这样子的学术 希望你将来在选大学的时候多了一些可能性 我们接着会讲这一课的背景 会提周明文学会帮大家说明签词跟进词这样子的考题 先看表表是文体的一种属于咒译类 咒译类是陈下给帝王的上书 它是一个下对上的公文的文体 是一种上行公文 战国时代 先看最早 战国时代 陈下向帝王延世称为上书 到了秦朝改称为咒 到了汉朝他把它分成了四个文体 张咒表意 张是谢恩 感谢皇帝或长官的恩德 那咒是暗和 暗和指的是人事方面的 你可能指的觉得你的同事做得好 其他的官员做得好 你可以称赞他 他觉得他做得不好可以批评他 帮助皇帝可以去看其他官员做得怎么样 保留多元的声音 我们现在的社会好像 就很多人会操纵媒体 试着让社会的氛围变得一元 多元才是好的 表是用来承情 让皇帝说自己的请求 然后义是执意 你跟皇帝认为的 你跟长官认为的观念有不同的时候 你可以上这样子的义去说明 后代呢就又多了很多名字 竖 风 氏 册 他的功用就变得更多 因为有时候你写一整篇文章那么长 他不是单纯只有谢恩 还有可能你有承情 然后加上执意 类似像这样子 当他写得越多的时候 就有更多的功用 那有剑举的 例如说恐龙的 恐龙写的剑弥痕表 承情的 就我们都会读到的礼密的陈情表 谢恩 然后有让绝劝禁的 就各种不同的功能 那到了唐宋以后呢 慈寿 庆贺 贡物等事项都会用表 所以表的写作会有一定的格式 虽然很自由 最常见的就是开头 会是这样的开头 承某某言 或者是结尾的时候 应该是拜表以吻 或承某盾手 这个盾手是把头 靠到地上去一下子 这应该就是有点像 我们现在说的扣头 表示非常的尊敬 那拜表就是把表放在那里 然后你对他 深深的一拜 用这种方式去跟掌上提醒吧 就是我是为你好 类似像这样 他这个这种很恭敬的这种做法 告诉对方说 万一话没有讲好的话 我不是故意的 我应该是我文字技巧不好 我是真诚的为你好 就有这样的拜表 或者是顿手这样的动作 口语传播 我们一般看到的科系 大部分是大众传播 那大众传播 他就比较偏向于 可能你当的是记者啊 或者是主播啊 像这样子主持人 那口语传播呢 他其实跟大众传播 有点不一样 那如果讲白话一点 我没办法讲得很全面 讲白话一点就是 口语传播啊 他还会去偏向 就是要帮人家论稿写稿 所以这个做得好的人 他就很容易在 可能选战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小编 在选战里帮你的老板 想稿子 想着怎么样攻击对方 或防守对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学问 那薪水呢 就通常都不太透明 你可能是 刚入门很微薄的薪水 也有可能是 你做到后来 你比较拿手 你拿的是很高的薪资 这个薪水 就比较没有那么透明一点 那世兴大学 也有这样的科系 也有这样的研究所 那我在IOH上面 找到一个学长 你可以在IOH开放平台上面 去看看这个学长 他分享的经验坛 看看他是不是你想选的 不一定都要选大众传播 因为我听学姐讲 好像口语传播的出路 更稳定一些 这一篇文章的政治情势 很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去读懂 这篇文章里面的很多地方 那我们先看 东吴大学 办的第四届全球联合 整联活动 这一个句子当成上联 八正途 七星舰 五藏元 三国一人 在这三国里面 只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人 诸葛亮 这对他是很高的称赞 那我们说 他还有重要的攻击 是六出齐山 但其实他好像 并没有出去那么多次 他攻打出齐山是 两次 因为从这个之后 曹匹去世 换曹瑞上场的时候 其实曹瑞是想要偏安的 那诸葛亮想要趁这个时候 去尝试做一些反击 其他这三次 其实也是北伐 但他并没有打到齐山去 那这一次是 曹操阵营来攻击 然后 就负责防守 所以这严格算起来 也不算出齐山 所以真正出齐山的 其实只有 两次 但我们都习惯讲了 六出齐山 去称赞他的工业 问题来了 这个出师表啊 我们读的这个出师表 他刚好是 写在曹匹末 然后传给儿子曹瑞的时候 在这时候啊 诸葛亮想要北伐 那他最需要的是 皇帝的信任 所以很多人在写这一课的赏西 或者在读他的时候 一直说诸葛亮真的是忠心 非常忠心 多次以老臣 以老臣口吻 多次提到自己 是很忠心的 就是真的是一个 非常忠心耿耿的人 但就我自己来看 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不见得 所有人都会认同啦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诸葛亮并没有 那么多忠心 他更多的是担心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啊 他叫刘禅不要妄自菲薄 的意思就是 他在想办法安刘禅的心 那当时一定有这种谣言嘛 例如说 一定会有人的谣言是 不要出兵 这种人他想要偏安 他在政治情势上面 当然就会进一些 残言或者是用一些 不好的例子去佐证 告诉刘禅说 告诉阿斗说 不要啦 诸葛亮去打会输啦 这样会动摇国力 我们守好就好了 可是诸葛亮想要出兵 那再来就是 可能有人会去谈那个 取代 这个更可怕 取代 有人一定进残言说 诸葛亮想要取代你 甚至当时还有声音 希望诸葛亮可以直接 就是把流禅换下来 刘禅在脱孤的时候 其实也就讲过类似的话了 刘禅脱孤的时候 就有说 如果我的儿子成器 就请你辅佐他 我的儿子如果不成才 你可以自己取代他 有人说 刘禅真的是 这对君臣 真的是很令人佩服 这个其实是刘禅 安下的也是 你说老师 你怎么都好像很邪恶 都讲的都是这些 就是跟人家相反的 我觉得刘禅 其实那时候在提这个的时候 他其实算是一个封印 他自己讲出来了 你觉得我儿子如果不行 你就取代他 那这时候 诸葛亮一定会讲说 啊不会不会 我一定会好好辅佐他的 你讲完话就只好算话 就有一点是封印住他这样 我就其实感觉起来 这些很真诚的这些对话 里面都还会安藏的一些玄机 所以第一个是 诸葛亮想要说服流禅 就是不能只是偏安 偏安终究就只是偏啊 不是正的 那第二个就是 你不要担心我会取代你 虽然有那种声音叫我取代你 直接当王 可是我不会的 但他最怕什么 他怕这时候流禅啊 如果听信了人家的谣言 他只要断粮就好 打仗啊 最重要的就是后勤补给 没有这个后勤补给 你士兵肚子饿了 你在什么兵墙 然后马撞都没有用 你马上就是会输 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得出征 后面的补给线啊 是长长的一条耶 这时候皇帝只要从国内 不要说完全断移补给 他只要给你两天停一天 三天停一天 其实你前线就会受到影响 不只会打败仗 还有可能就是要 送命在战场上 所以我会觉得 我如果来读这篇出师表的话 我倒觉得不是那么多的提醒耶 我觉得更多的是表明 自己的心机 希望可以赢得流禅的信任 用这个方向来看这篇出师表 他将会更有趣哦 这篇文章选自招民文选 招民文选很重要 又称为文选 他重要在哪里呢 他是现存最早一部 师文种籍 没错哦 他强调师文种籍 他里面没有歌形体 比较少 他是梁武帝的长子 萧桐 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也很有趣 因为他喜欢 而且呢 他组织文人编出的这些东西 他说白话一点 他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被审资料 皇帝要选谁来继任呢 哪一个太子 或者其他的儿子 哪一个比较有时机 所以你透过这些编文 跟其他的文士 共同酬唱 然后编出来这些文集 都可以当成你的被审资料 最后皇帝在选太子的时候 或选继承人的时候 你就多了一份工业 所以萧桐 事后 事后为昭明 这个事后 是死后 才对你这个皇帝的 一生的攻击 做一个评断 所以昭明是很不错的 那他主编的这部总集 就被称为昭明文学 有很多个人的作品集 消失或不见了 但因为这是一个 重要的文学总集 他被留下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 像曹丕好了 像曹丕 我们学的他的点论论文 曹丕的点论 这本书 里面的论文这一篇 点论论文这一篇 点论已经不见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见曹丕的 这论文这一篇 他就是被放在昭明文学里面 他被放在昭明文学里面 我们才看得到论文这一篇 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昭明文学呢 从周代到六朝凉以前 到凉 宋祺凉成的凉 大概七八百年间 一百三十多位作家 诗文七百余篇 那这一本总集最特别的是 他开启了 纯文学的领域 又讲到纯文学了 因为以前文学会为了国家 为了社会而做 这些就不存 因为他有实际功用 他最常被拿来记录历史 或者是一些哲学政见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 他说我们如果都只记录历史 纯文学就是文学的美感 就会被压缩 所以萧桐把我国先秦两岸以来的文 史 哲 不分的现象 做了梳理跟区分 也就是他把史跟哲 拿掉了 他更多放的是文 文学类的 所以他认为 金 史 朱子 都立意济世 不属词章之作 这词章指的就是 以美为主的 所以只有符合 四出一成诗 亦归乎汉藻 汉藻就是有漂亮的文采 池藻 这样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 就是下面这里白话 只有在文章中有暗藏自己的思想 而且你善用了这些典故成语啊 或者用比喻啊 有精彩华丽的文章啊 才会符合标准 昭明文学 是用这样子来选文的 所以第一个 歌行题可能这里面比较少 再来啊 你的史书啊 甚至经典啊 或者是政论思想的这种文章 通常也比较不会进这里 以美为主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形式美 可能文章很整齐啊 那另外一个是音乐美 文章念起来朗朗上口啊 有音乐的美感 所以这才会我们说 强调这两个美 更多的去偏向了纯文学 文学不再以实用为第一标准或价值 禁词跟牵词 如果要讲的更简单一点的话 就是不管是禁词还是牵词 都是为了要遵从对方 崇高对方 只是禁词呢 是直接用崇高对方的方式 来处理 那牵词呢 是贬义自己 通过贬低或贬义自己 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是崇高对方 只是禁词直接就是 在对方 把对方加高 那牵词呢 是透过贬低自己 来显得对方比较高 这样比较快讲 但还是有例外哦 德性 中国人在德性方面 会特别认为 谦虚或贬义自己的时候 是一种品格的展现 你更多懂得去吸收 新的事物 更多懂得去尊重别人 所以希望你可以自签一点 你就可以不自满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学更多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在牵词跟禁词之外 有的时候我们人会用牵词 更多的是一种德性 或品格的展现 或者是一种人格形成的塑造 希望提醒自己可以 吸收新知 尊重他人 我们来看一下 鱼以为 这个鱼就是说自己是没有能力的 是如果诸葛亮没有能力的话 那谁还有能力 就是很明显的去贬义自己 然后去推高阿斗的地位 二十田科明 他觉得自己是有一点是 白话一点讲 是赛到 就是很害羞 我怎么会考到 考到了 考上了 我觉得很害羞 可是明明司马光就是一个求学 非常认真 非常有能力的人 蒲治到九江 把这个蒲呢 说成自己是地位比较低下的下人 愿陛下金敏鱼城 这里有个鱼 然后听成为字 这个为是小的 听我小小的希望跟请求 可不可以让我回去照顾我的祖母 先帝不以成卑鄙 这个以是把我想成卑鄙 就是低下地位很低的 伟字往驱 伟是低 降低了自己 往是歪阿不正 驱是驱咎 往驱了他自己 三顾沉于草庐之中 这些都是千词 这里 则不才 没有才能的人 这里是则不宁 不宁也是没有才能的人 术节奴顿 指的是马不好 马跑不快 那顿呢 指的是兵器不利 通通都是在讲自己没有才能 这里的在下指的是 你在上 我是在你的下面 我小老 这边的这个小老 指的是小小的老头 这样 这些千词都是为了要尊敬 或者是抬高对方的地位 所以使用千词 那考试如果考到了 下列合则为千词 那可能给你很多禁词 很多千词 这是学生最容易搞混的 因为感觉起来都在尊重对方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都是很礼貌的话语 哪些是千词呢 千词就是透过贬低自己的地位 来尊崇对方 那禁词呢 是透过抬高对方来尊重对方 你要分清楚是对谁做动作 这样的题目就不会选错 好 接下来要进入单字解释了 whereby 直到里面 那都没怎么届 这边 打